昨天一早收到了XGP的订阅取消的通知邮件 上午我还试了一下 在电脑上是可以正常安装和游玩人者生规的 但是等到下午的时候我又收到了邮件 说是已经退款39索币和人民币两块钱 收到这份邮件之后 电脑上的XGP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后来我也上网看了一下 很多自媒体说的也比较清楚 我是从某猫购买的 当时花了150块钱买了三年 去年11月份买的 到现在应该有半年多一点吧 我也咨询了客服 今天给出了解决方案和各位分享一下 方案一 购买一年的用户退款40% 购买三年的用户退款50% 对于我来说可以退款70多块钱 方案二 陪您一个三个月的XGPU账号 每三个月过来领一次 直到用完您购买的期限 我觉得这个方案二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虽然也有点麻烦 而且每次都会换一个账号 因为我当时在买这个XGP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想尝试一下 尝尝先 因为我的主力机是PS5 XGPU只是辅助 对于我的需求来说 方案二还是比较适合的 它这段文字的最后一段是关于39索币的 它说它们的成本绝对不只是这39索币 还有别的 也就是说我们花150也好 400也好买的这个三年的会员 它们成本只有39索币和人民币两块钱 我也不太相信 至于说你相不相信 欢迎写的评论区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店铺购买三年的XGPU呢 第一我只是想尝尝鲜 用薅微软的羊毛 其实主要是想看看XGPU是不是适合我 才决定买XSX还是PS5 我知道这么便宜肯定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挑了一个风险系数比较低的店铺 也就是说即便以后出问题了 店铺也不会跑路 或者尽量不会跑路 因为它还有别的资产 如果因为这个它跑路了 那它就亏大了 现在他们家已经把这个XGPU的服务已经下架了 剩下的都是代购游戏的产品 而且它的订阅用户评论量还是不错的 我主观感觉它应该能撑得了三年 就算撑不了也无所谓 就是几十块钱的事 当时花这100多块钱也就是为了玩玩 没了就没了 体验一下 现在退70块钱也没啥意思 还不如多玩几年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算都没了 它跑路了 不就是70多块钱吗 以上是我选择的解决方案 你们遇到的情况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欢迎评论区分享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